對各位來說,只要註地極限 稍微注意一下一些細節 大概把這個做出來應該沒問題 我大概把步驟1 先DEMO 這邊會有兩個按鈕,按下它自動把這個輸出 不過輸出的話實際上就是把這裡面的公式 再幫你丟回來,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清除的話就是把它整個清掉 所以在VBA裡面你可能需要知道幾件事 如何重複幫你完成 重複完成的列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其實VBA的好處是什麼 它會幫你處理一些 比如說重複性的工作 其實一般人做一些重複性的工作 其實會累,而且容易做錯 但是這個電腦做重複性的動作 其實它會很準確幫你完成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處理那個VBA 第一個是要重複 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後第二個你可能要知道就是說 在VBA裡面怎麼樣去抓到那個所謂的儲存格 那可能你要需要多學一個所謂的儲存格物件 那寫的方法我們來看 哪一怎麼樣就是撰寫那個VBA 那第一個請你先把那個開發人員這個標籤先找出來 預設值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們在Excel裡面是沒有開發人員 如何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一個上面這邊有個機關 小小的箭頭有沒有 點下去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自訂功能區 它預設是快速存取功能 把它點到這個自訂功能區 你的原來是沒有開發人員 所以你會發現在你們電腦裡面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你就把這個打勾一下 打勾完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什麼 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出現了 第二個呢 如果我要撰寫類似像剛剛這樣的 按鈕按下去自動執行的話 切到這個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那建議是怎麼樣 可以把它稍微浮動在上面 浮動在上面 那裡面要怎麼去撰寫 我先把這個模組先移除掉 我重新再來一步好了 理論上 你們打開來的話 應該會長這樣子 那你的那個程式 其實這個就是 在Excel裡面撰寫一些自動化的程式 裡面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先加一個模組 所以記得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裡面的話 我希望加一個按鈕 叫結束日期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先把這個結束日期這幾個字 這樣把它複製起來 就可以審達幾個字 OK 然後呢 那再來呢 記得在模組裡面 游標放在右邊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叫做結束日期 那記得底下不用改 一樣是Sub 按確定之後的話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什麼 第一個部分 就是建立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怎麼樣可以 那將來當然你可以把程序 變成一個按鈕 裡面要寫什麼呢 其實就寫三 三行程序就可以了 那這個程序部分的話 第一個 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幫我 在那個 第二列到 第二十八列之間做變化 所以 for i 等於 i 的話是一個變數 第二到 第二十八 那你Enter兩下 再寫 打個NAS 它會在 4NAS之間呢 做變化 那這個數字會是 這個i的變數呢 會是2 一直變化到28 OK 那循序的 再來按個TAB鍵 所以這邊前面 每一個都做個縮盤 然後你按個TAB鍵之後 那要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資料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到儲存格的話 打一個Sales Sales 在Excel的VBA裡面 就是儲存格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輸出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VBA輸出是寫在前面 輸入的東西是寫在後面 跟我們以前學的數學 剛好為著顛倒 以前是1加1等於2 計算完之後 放到後面結果 可是呢 在VBA 在撰寫程式剛好顛倒 是把什麼呢 後面1加1 丟到前面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是把 哪一個儲存格呢 它會Sales哪一個儲存格 列哪一列 那我們這邊是希望2到28列是變化的 哪一欄呢 逗點 這邊的話呢 你逗點 跟它講說呢 我要是D欄 所以你打一個 雙引號D 雙引號結束 等於什麼呢 等於兩個雙引號 OK 那兩個雙引號 那實際上就是清除資料啦 不過我們現在 希望把那個公式怎麼樣 直接幫我放到這邊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剛剛的那個公式 我看雲端應該 我有把那個 剛剛雲端的東西 就剛剛這一串 所以剛剛如果說你要 把那個公式放進來的話 就把公式貼到這個區域裡面 OK 那你們先試著把這個 開發人員的標籤先 先叫出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這個程式呢 最後如何讓它執行 這個地方VBA打完之後的話 那請你把那個結束日期 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複製貼上 再一個清除 為什麼呢 因為清除其實就是 塞一個空置串 到那個 這個是一個空置串 意思就是把它清空的意思 所以清除 執行怎麼執行 如果你按一下這個執行 你會發現喔 清除的話 會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清掉 不過我在清除之前喔 我建議你先把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公式 從頭到尾複製一下 複製完記得要再按取消鍵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按取消鍵喔 你切到VBA 你會發現點不下去 然後呢 有沒有這邊 如果優標在這裡 就點不去取消一下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先貼到 這個雙引號的裡面 把它貼到裡面去喔 那實際上喔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把它執行 這個意思就是 把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呢 每一個儲存格裡面 都執行這個公式 不過你會發現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清除的話 有不要放這個中間 的其中一個位置的話 你上面再按一個執行 執行在這裡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程式跑完 跑中間的地方 意思是說把這一邊的這個範圍有沒有 的第一欄 全部都清空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清空 OK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範圍清空了吧 那如果要結束的話 所以等一下喔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把那個VBA有沒有 可以把它稍微縮小 挪到旁邊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一邊寫一邊看 然後呢 輸出的話呢 直接把這邊做執行 輸出 不過你會發現喔 會有個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呢 這邊怎麼都是9月4號 9月4號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喔 我們這個地方呢 這個2有沒有 這個2部分的話 跟這個2有沒有 其實呢 要變成I 因為如果你沒有變I的話 它裡面都會是公式丟過來的話呢 都會是C2B2 C2B2 那其實理論上 我們這個2要變成3 2要變成3 所以喔 你要把什麼呢 最後就是你要把這個2 直接改成3 改成那個I啦 那這個I的話是變數 它才會自動當你丟進去那個儲存格 順便變更裡面的那個列的列數 不過你這個I不能直接放在這裡 你不能直接打個I 直接打I 但當然錯喔 記得喔 你在這個裡面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變數呢 放在這一整個字串裡面的話 必須要先做幾件事喔 1 先把它切開 那怎麼切開喔 先選擇2之後呢 雙一號雙一號 兩個 移到中間 那 字串跟這個變數的串接喔 一定要用AND符號 ANDA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OK 特別是喔 我是先打兩個雙一號移到中間 再打兩個AND移到中間 再打一個I 放中間 意思是把它串在一起 那最後記得喔 在那個AND前後加空白 因為AND在VBA裡面 它一定要加空白 這是它的規則 那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雙一號到雙一號把它複製一下 再到這個2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就是把原來的2或者3調貼上 好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把它做出來 會相對的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清除 執行 你會發現喔 就OK了 那最後當然我們會需要兩個按鈕 因為如果說你直接在這邊執行 有的時候不方便 所以待會我們這個做完之後 再來就是要變成按鈕 按鈕的好處按一下它 它可以去幫你執行 這裡面的程式 那當然我知道等一下你們一定會發生問題的 所以我會先Ctrl C 然後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等一下 Ctrl V 這邊不是有兩段程式 如果你等一下打錯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雲端喔 OK 不然我看這應該是要打正確喔 是應該是不太容易的事啦 OK畫面還還給各位一下喔